偷偷派了很多大軍去攻打呂布的城池 去包圍呂布的城池 呂布者眼睜著看著草包包圍著自己的城池 卻無法求救 終然不得了他每天在城池裡喝酒 直到有一天他照了鏡子 看見鏡頭的自己已經是一個最憾的模樣了 他下達經酒令 告訴市民不能喝酒 只要誰喝酒了誰立即出事 這天夜晚裡一位開走軍馬 因為偷偷的將軍 終於來到了企圖 偷降服於曹操 準備要頭髮的士兵 然後他就與其他將領一起喝酒慶祝 可是偷偷不然想到呂布的禁酒令 於是想獻酒給呂布 祈求能得到呂布的原諒 呂布卻認為喉承沒有把自己的禁酒令當一回事 便說來人啊把喉承拖出去斬了 這時成功就說 喉承將軍來到了企圖投降與曹操的士兵 請讓他免除死刑 呂布就說好打一百大阪就行了 打完一百大阪拖了頭塵 陰得過去 好不容易熟悉的他決定要報仇 他在這天夜裡便偷偷投走了赤兔 甚至與其他士兵一起串通胖變 把這在熟悉的呂布與成功綁起來 去曹操這裡投降 曹操洗財 有意要饒成功一命 沒想到成功自己站起來走向心場 女傅跟成功完全不一樣 就跟劉公說 劉公看在我之前幫助你的份上 救我的一命吧 曹操如果你願意收留我 我一定會幫你奪取天下的 甚至曹操問劉公說 劉公你怎麼說呢 劉公說別忘了過往的教訓 呂布原本是丁緣的養子 可是卻奪取丁緣性命 後來又做了董卓的養子 又奪取了董卓的性命 然後這時呂布就說 劉公你背信忘義 這是最終日恩人該有的回報嗎 這件事的開始 都要從你搶行奪走徐州城開始 當初劉被收留 走投無路的你 沒想到你搶行奪走徐州城 恩將仇報的明明就是你 然後說不要再說了 把呂布投去斬了 於是呂布就這樣被斬著手了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念到這裡就結束了